之後火光伴隨黑煙 無情吞噬整棟建築 外牆的瓷磚 耐不住高溫持續清洗 大面積崩落 下起瓷磚雨 傳出爆裂聲響 火勢逐漸失控 濃煙籠罩市區上空 住戶腳踩拖鞋 灰頭土臉狼狽逃生 這裡是花蓮市公正街 二十三號中午十二點多 知名老店歐桑米粉湯疑似 廚師在煮菜的過程中 發生意外 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導致他搶傷送醫 其他員工第一時間 跑上屋頂等待救援 左令右設至少六間店 都遭受波及 加上峰市駐長 四周街道一片白茫茫 當時有客人在裡面嗎 有 就跑掉了 本來我們家是不會燒起來的 然後焉痕到 我們就說為什麼不趕快 幫我們家降溫 他沒有降溫 然後等他火出來了才給我降溫 那我的家這麼多名氣廟這樣沒了怎麼辦 這回期貨的歐桑米粉湯 一九七九年開業至今已經有四十五年歷史 也承接到第二代經營 店內的滷肉飯榜上有名 警察蝦仁炒飯還曾拿下台灣炒飯王亞軍 花蓮公正街是美食一條街 入口就是公正包子還有鋼管紅茶 0403強震過後鋼管紅茶還曾被貼上紅單 或許剛進補牆才又繼續經營 花蓮拼傳災情 當地店家苦不堪言 災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現在回憶中的味道又暫時吃不到了 居民和遊客難掩失落情緒 TVBS新聞高智鴻蔡新芸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